整件事情大概就是像我講的 這個公關公司的運作 然後民黨政府 蔡英文就說 沒有沒有 我沒有要去啊 然後一直趕快 趕快去寫 趕快去講 這他們要幹嘛 我們都知道美國是自私自利 美國不會為你台灣 也不會保護台灣 它完全是它自己的利益 但我覺得我反而要提醒大家 回過頭來 作為一個中華民國的元首 不管你現在叫蔡英文 過去叫馬英九 之前叫陳水扁 或者叫李登輝 你是不是應該以國家利益為優先 也就是說你要到美國去 你要不要發表演講 你要怎麼樣 難道只為了遂行 你個人的國家元首的 歷史的聲望嗎 你有沒有 如果你真的到美國去 這樣按照普瑞澤的講法 下去的話 你可能會害死了台灣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件事情 我認為就變成就是說 是中華民國要以國家利益 以人民利益為主導的事情 現在變得不是 是以民進黨 是以台獨 是以蔡英文 是有助於蔡英文 2020大選的勝算 來美國幫他作駕 美國幫他借助帶仇 我是覺得這非常丟臉 也代表了從頭到尾 蔡英文政府或蔡英文本人 對這件事情本身的策略拿捏 是更加的證明 蔡英文根本沒有在資格 2020以後再繼續帶領 我們中華民國 美國人用什麼樣的方法 那是他的事情 你用公共公司去做遊說 那是你的事情 但是你應該還是要 以到國家為極限 我們過去歷史上我們的國家 曾經蔣夫人到美國國會去演講過 影響了整個中國的抗戰 帶領了全民去抵抗日本 那是真的 他雖然不是國家元首 他代表了蔣介石 他給了中華民國多大的抗戰的能量 讓民族的力量整個統一起來 大起來 但今天蔡英文這種方法 你到美國國會 如果你有究極演講 你把華佛的結果 可能是更加的裂解台灣 更加裂解中華民國 更不要講裂解兩岸 所以我的觀點就是說 我其實不在意美國人的利益 是什麼 不在意美國 反正美國人這一套 而且川普 我們跟他看得非常清楚 川普眼中只有利益 怎麼會有你整個台灣的豁服安危呢 所以蔡英文目前這種方法 我覺得非常失望 因為對我們國家來講的話 我看不到一個總統本身 是以人民的利益為優先 而完全一切都是目光如鬥 自治足跡 劍如鬥 在自己的二零二零的人員上面 從這一點來講 我呼籲大家 我們可以放棄民進黨 可以放棄蔡英文 可以了 台灣不要再忍受下去了 淑慧 你看到什麼美感 其實我覺得這完全是一個假議題 甚至是一個假新聞 我們去分析 大家都知道美國有參眾兩院 那目前的參議院 總共共和黨有五十一席 五十一席 那這只是其中五席的議員 去做這樣的連署 可是更好笑的是 參議院的議長 其實是共和黨籍 他要他就給自己黨籍的議長 去邀請就好了 他幹嘛去誇一個院 去給眾議院的院長 而且是民主黨籍的說 你來幫我邀請蔡英文來 這就像國民黨五個立委 去聯名連署一個提案 交給民進黨籍的立法院長說 麻煩你去叫日本來對慰安婦道歉一樣 民進黨籍的立法院長 蘇院長根本不會理 所以今天這個事情完全就是那五位參議員 他可能是公安公司遊說 可能是有臺的關係 或是有民進黨的關係 他幫蔡英文去做一則這樣的新聞 反正我就拿一張paper 聯署海 而且還是丟給民主黨籍的 還跨院 對還跨院 還跨黨籍的 把麻煩丟給別人 說我已經做了 那是民主黨籍 那是眾議院不邀請 不關我們的事 可是我們看民主黨籍的眾議院的議員 怎麼說 他們不贊成 他們反對 事實上這個事情已經醞釀很久 在美國我相信早有風聲 因為如果大家還記得回過去 一個月前的新聞 就是那個時候華府有一個智庫論壇 全球臺灣研究中心 在辦論壇的時候 那一天口一哥突然到了 那天口一哥突然到 他除了去回覆說他自己這個任命的正當性以外 其實現場很多美國的研究臺灣的專家學者 就跟他講說 我們不贊成蔡英文訪美 那美國的專家學者為什麼會突然去講這句話呢 為什麼會突然去表這個態呢 是不是其實這件事情的運作已經有一陣子了 是不是口一哥赴美任職 其實就是為了這件事在鋪排 可是事實上是不可能 美國也不可能答應的 所以只好現在我們的外交部長又一副心心作態說 沒有啦我們沒有要去 事實上根本也沒有人邀請你去 好毒啦 事實上根本沒有人邀請你去啊 這個 明正 我覺得今天我們在看待這個臺灣跟美國的關係 千萬要小心 因為美國人的目的 他只是說要拖延住 他他他要臺灣作為反中的最前線 那他不希望臺獨操作太快 就把這個反中前線給搞掉了 所以說他一定要保護這塊地方 剛剛玉森委員提到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說宋美玲到這個美國國會演講 引起了大家對這個中國抗戰的注意 可是請記住 後來美國承諾的所有要圓滑的東西 很多都沒有送來 很多人在談說為什麼抗戰 為什麼抗戰之後 那個這個國府的經濟崩潰 其實真正重要原因是美國人支援了 說要蓋機場要幹嘛 結果他承諾的黃金全部沒有送到 國府自己印法幣 拼命發錢給這些美國人弄這些機場 幹嘛什麼 最後整個這個國府經濟崩潰的原因 就在這裡 所以我必須要講 我們看待這個蔡英文講這些話 以及他想要去美國訪問 我覺得國民黨應該現在站出來 說請蔡英文告訴普瑞澤 我們要捍衛台灣的民主 我們公投是神聖的權利 你不要來這邊跟我們說三道四 我們人民有自己公投自決的權利 這不就是蔡英文臉書上 所要表達的嗎 他為什麼現在對美國就不表達呢 天天對大陸叫 卻不敢對美國叫 那請問你算哪門子 獨立自主的國家 你應該趕快開個記者會 然後呼籲蔡英文總統 出來捍衛台灣公投的權利 我覺得新黨可以去支持喜樂島說來投 對不對 我們沒有反對他們 新黨去拜會喜樂島 對 共同連線 對 龍哥 我們前幾天做一個議題 就是德國有一個大的民調 那個數額非常大的民調 有百分之四十二點三的德國人 認為中國大陸比美國還靠譜 對 我們葉文打拳討論過 對 我們討論過 德國人講的 不是我們講的 我們知道歐盟真正的領袖是德國 對 那你可以看到整個歐洲國家過去跟美國合作這麼久 發現原來美國是不可靠的 那我為什麼要講這一點呢 因為去年的九合一選舉 美國全力挺民進黨 一直配合民進黨說有境外勢力干涉 對不對 然後講很久 講到韓國瑜有境外勢力 全力來相挺 暗示中國大陸挺韓國瑜 所以大家不要投他 結果票投出來是怎麼樣 票投出來發現國民黨哪下三都 而且都大幅度領先 那顯現是什麼 顯現是台灣顯民現在對美國歧視的感覺 其實並沒有像過去那麼好感 所以現在各位朋友 現在的整個世界上局勢 或台灣的局勢其實在改變 可是很多政治人物自己沒有成長 他認為我一定要去抱美國大腿 美國只要美國挺我 我就會當選 現在就是這一套 那這一套有沒有用 越來越沒有用 而且甚至在選舉裡面 他是一個反面的 喜樂島為什麼敢這樣做 喜樂島裡面很多人是美國人 大家都心知肚靈 你很討厭 人家把人家的秘密講出來 所以美國因為那個 我不要 為什麼喜樂島要這樣 因為他們推動東奧正明的那一場公投 蔡英文沒有公開明確地出來相挺 那害他們輸了 他們很不服氣 覺得說你對我們台獨沒有很忠心 你去推動 那要你執政幹嘛 所以他現在借著這個來給蔡英文壓力 蔡英文要不要這些人的選票 非常需要嘛 那蔡英文自己沒辦法去把事情講很清楚 所以美國人出來幫他嘛 那幫這樣 幫了以後 他想說喜樂島這些人就會打退堂股 不會嘛 因為這些人很多是美國人 他知道你們就是來講講而已 所以在美國很多東西是講講而已 國會議員收了人家的錢出來講講而已 都可以 都沒有問題 可是真正的是美國政府 你知道嗎 我們有多少議員多少立委 去美國訪問 美國的國務院都跟他們講 川普不能代表我們美國 那個議會國會不能代表我們美國 真的代表美國是我們國務院 美國沒有外交部 美國的外交都是國務院在處理 所以你們要慎重 雖然中間會有一些紅波 或者中間有些人會突然當總統 他也不代表美國的價值 這是真的 就像台北市政府 很多人會覺得說 柯文哲不能代表台北市 這民主的荒謬 投票的荒謬 你在美國生活過人就知道說 在選舉的時候 你如果捐錢 捐一百塊 你可能可以跟市議員或跟參議員照一張相 然後兩百塊也可以跟誰照一張相 然後參會可以坐在哪個位置 都是直接這樣標價錢 包括美國總統也是 你捐到五千塊美金 你可以坐哪一桌 然後你捐了 然後可以怎麼樣 就這麼一回事 所以台灣民意代表比較廉價 你看大家都是照免費的對不對 哪有一個收過錢都是照免費的 其實我這裡插一句話 我覺得我們對美國的態度 長期來講 台灣是親美沒有問題 那我們現在兩岸關係犯了這個階段 我覺得未來的國民黨 對美國的關係要重新思考 我覺得我們對美國要重新思考 因為這樣才能夠對得起台灣的社會 當我們在批民進黨 對美國這樣 美國這樣對我們台灣的時候 我們國民黨自己要思考 你未來跟美國相處的態度 你還是要維持過去完全親美 完全以為的態度 因為美國擺明了 他就是為他自己的利益 對 然後我們也很努力的 如果每個政黨都很努力的 也去為美國的利益服務 那我們中國人的利益誰來照顧